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灵溪 首先一起来关心今天2月8号星期三的重要新闻 两名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提案 计划在10年内将移民的名额 由每年的100万减为50万 并且限制部分成年人的亲属申请 这项加强就业改革美国移民法案简称RAISE 是由阿肯瑟州联邦参议员Tom Cotton 和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David Perdue提出的 目的是减少低技能移民与本地劳工竞争工作 提案计划将美国每年核准的合法移民人数 在10年内删减一半 由每年100万人减为50万人 具体措施包括缩减亲属移民的范围 以及取消绿卡抽签计划等等 该法案限定 只有公民和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以及未成年子女得以申请亲属移民 成年兄弟姐妹和成年子女则不得申请 父母一亲移民也将排出在外 除非父母生病需人照顾 但父母不准工作或享有公共福利 同时父母必须出示证明 保证帮他们申请移民的子女 会提供他们的医疗保险 此外 该法案也将难民收容人数上限 设定为5万人 但根据路特社报导 该法案将不会影响到取得工作签证的 专业万籍人士 提案议员表示 他们已经跟川普总统讨论过相关议题 而他们也预期 此案将不会很快获得通过 但希望国会能在今年审议此案 虽然国会参众两院都有共和党掌控 但部分共和党议员倾向于全面性的移民改革 而非以强硬手法删砍移民人数 此外 此议案如果要在参院过关的话 还需要民主党的支持 而民主党议员都强烈反对此提案 因此外界预期 这项提案将会遭到严重反对 继续是一则校园新闻 西北大学和香槟大学伊里诺分校 相继传出了有兄弟会的成员 性侵女生的案件 校方为此特别提醒学生和家长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并且审慎地参与社团活动 西北大学发布的公开信指出 第一起性侵案发生在1月21号 爱文斯顿市校园的Sigma Alpha Epsilon兄弟会 报案的四名女学生表示 兄弟会会所有人提供约会墙报药 其中两名女学生因此遭性侵 并于2月2号向校方举报 而校方在2月3号又接获另一起报案 受害者表示 她于2月2号在校园内的兄弟会据点 被下药后遭性侵 此外 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也对学生和家长发出警告 表示有一名女学生举报 在兄弟会会所遭到性侵 兄弟会在美国大学校园文化中占有独特地位 许多男生为了多结交朋友而申请加入 而不管是加入的仪式以及后续的活动 往往都离不开喝酒 因此在入会仪式或者活动当中 因为酗酒或者虐待导致伤害 甚至死亡的案件也实有所闻 但由于兄弟会对于会员日后的人脉 往往会有重要作用 因此还是有许多学生愿意加入 西北大学与香槟伊利诺大学 都是全美排行前20名左右的名校 校方也都已经对此展开调查 在此也提醒家长和同学 即使是名校也要详细了解社团活动情况 不要从事可能让自己触发 以及可能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活动 下面再把焦点转到湾区 太平洋瓦斯电力公司PGNE宣布 将在3月份裁员数百万人 而该公司对于最近涨价的行为则表示 目前的瓦斯跟电费仍然低于全美的平均价格 PGNE日前被法院判决 必须负担2010年 San Bruno瓦斯爆炸事件的法律与赔偿责任 该公司昨天与加州就业发展局官员共同宣布 3月中旬将在湾区裁员265人 包括旧金山总公司132人 东湾办公室112人 以及San Ramon办公室94人 而湾区以外地区也将进行裁员 PGNE上个月就曾经宣布将裁员450人 但最终只裁员390人 另外60人则转到其他部门工作 而对于该公司为了削减开支 从1月份开始的大幅涨价行动 发言人表示 湾区用户电费现在平均每月99.13元 上涨了1.36元 但还是低于全美平均114.86元 瓦斯费现在平均每月54.33元 上涨2毛9 也低于全美平均的59.17元 住宅用户1月起的平均月费为153.46元 上涨1.66元 而全美平均则是174.03元 有鉴于国防部长马提斯日前在日本表示 钓鱼台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 被日方解读为拥有钓鱼台主权仪式 湾区华人特别发起了保卫钓鱼台群岛的行动 呼吁各界人士上白宫的网站联署签名 要求政府修改相关的政策 请月发起人 Cupertino市议员张兆复表示 钓鱼台属于中国 而美国不应该浪费纳税人的钱 来捍卫日本的非法主张 因为是2月3号 美国国防部长在日本才花言 做这种花言 然后2月10号听说 安北就要来跟川普见面 所以这个很重要 需要大家赶快 所以我昨天 前天才弄了一个白宫网站 这是在做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是有关中国的主权 有关钓鱼台的 对不对 而且有关美国介入一个非法的行为 日本的非法行为 这是不对的吧 那为什么要浪费我们的纳税人的钱 去帮日本做一个非法的行为 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我们有责任做美国公民 有责任由EU跟美国政府讲 特别是跟美国总统讲 这个政策要马上改 然后大家如果说 因为白宫网站也很奇怪 OK 就是只秀一个人的签名 事实上我知道已经很多人签了 但上面只是一直都秀 这三天都是只秀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希望不行的话 就大家直接写信给Donald Trump 张昭富是在本月5号提出该案 而根据白宫情愿网站规定 提案必须在30天内 有超过10万人在网站上联署 白宫才会允许回应 白宫情愿网站的网址是 partitions.whitehouse.gov 直栏NBA波特兰拓荒者队 昨晚特场出战达拉斯小牛队 拓荒者队的CJ Macron 在最后0.3秒切入得分 帮助拓荒者队逆展了战局 以一分之差击败了小牛队 下面来看优势体育的综合报道 这场比赛 拓荒者队在上半场一路领先 前两节打完领先小牛队11分 而小牛队则从第三节展开反扑 扳回7分 第四节小牛队虽然一度落后12分 但随后在Yokifera带动之下 打出了一波13比0的攻势反超 随后双方陷入拉底战 小牛队的Dark Nowitzki 在最后3.9秒飘进3分球 小牛113比112领监 但在拓荒者喊暂停过后 CJ McCollum在最后0.3秒切入禁区得分 最后拓荒者就以114比113反败为胜 这场比赛 McCollum全场21投13中 得到32分 是他本季第23次得分超过25分 同样的是NBA的消息 根据ESPN体育频道的报道 目前战绩领先全联盟的奥克兰 金州勇士队的主场票价 明年将会调账 勇士目前战绩43胜8败 是联盟中唯一胜率超过8成的球队 而明年的主场票价 根据位置不同 将上涨15%到25不等 平均涨价为16.9% 勇士在2014到15球季拿下总冠军 过去三季里的表现越来越好 在2014到15球季当时 他们的主场最便宜的球票只有18美元 场边票也只有450美元 而在调账之后 计票最便宜的票价将从一场32美元 变成40美元 而场边最高票价将会从一场625美元 变成715美元 而不含季后赛的计票 场边座位价格则将高达 3.0745美元 勇士队高层表示 账价主要原因是为了 赫止黄牛哄抬炒错的票价 勇士队上个赛季宣布 有99.5%的计票持优者 本球季继续购买计票 而购买计票的等待名单 更多达3位2000人 而自2012年12月18日以来 勇士队的主场比赛 已经连续214场 名票全部销售一空 而由于新建中的旧金山新球场座位 比现有的Orica Arena少 因此勇士队后年搬到旧金山之后 票价还可能持续攀升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